在香港过年一定要买年花 农年春节就要到来了 香港的大街小巷也热闹起来了 充满了年味 下面就带您逛逛香港的花市 感受一下春节的气氛 我现在是在香港望角的庙街 今天的活动包括艺术文化 游艺文化和新春祝福 在现场可以感受到这里年味满满 节日气氛热烈 市民情绪高涨 活动中传统的舞诗表演 迎来观众振振喝彩 多位书画名家现场写春联送福字 为社区居民送上新春祝福 春联在香港叫灰春 在香港教育大学 李子健校长的办公区域 也已经挂起了灰春 节日气氛油然而生 这个是广东话 我们先用广东话说 有什么有什么 意思就是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就是一种祝愿 就希望欣赏市城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那这句是 这个就另外就特寒喝茶 有空的时候你喝喝茶 就是多见面 好 就是说福到了 要什么有什么 我看您的屋子里春联都挺多的 福到了 这是一幅比较大的这个 我看一下 好 那叫鸟语花香天地春 龙藤苦乐人间 祝愿我们国家国泰民安 另外我们希望每个人家庭幸福 龙年我只希望祝愿大家龙马精神 心体健康 这里是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年宵花市 也是香港最大型最热闹的年宵花市之一 今年全面恢复了干货 失货和快餐摊位 市民可以在这里购买年花 品尝美食 挑选春节节庆用品 感受龙年春节的喜庆氛围 今年的年宵花市 于2月4日开始 10日结束 在各区的15个年宵花市 共设有约1500个摊位 到花市里面 无论绝花 盆花 反正我喜欢的花 包括纸巾花 包括各种各样 总会要选购一点 这个香港人叫大吉大利 这个鲜花的花市 不仅是对香港 给很多居民带来了他们迎新 带来了良好的盼头 也成为香港今年80个绅士 拉开了它的一个大幕 拉开了它一个序幕 我认为这样的习俗 使香港游质皆新 也是一个我们繁荣 稳定安宁一个重要的标志 那么新的一年到了 正好是农年 我们除了香港要农筒服乐 农马精神 我们要不断地向前 不断地高升 把中国龙带给世界 祝福香港 蓬荣稳定 祝福我们伟大祖国 国泰民安 作为青年人 我们希望在龙年里 更好地融入大湾区 祝福香港越来越好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祝大家新年快乐 monary 證福香港越来越好